慈见佛陀慈悲跟爱 跟佛陀智慧的地方 所以对我们来讲 这些牛或是动物 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所以要从内心里面 感谢长老跟如意法师 来照顾我们的爸爸妈妈 真正在照顾的 是我们如意法师长老的加持 才能够让这些可怜的 这些爸爸妈妈 能够我们叫安享天年 因为我们学佛就是知道 从爱从慈悲 才可以找到我们自己的生命 就像我们知道 我们的爸爸妈妈 最近比较平安了 比较不痛了快乐了 甚至她升天了 我们的生命怎么会很快乐 很平静 那特别我们华人 现在因为 特别在大陆都有钱了 所以就很喜欢吃肉 特别吃很多牛啊 猪啊 羊啊 那所以我们 虽然放生 很少 但是这个力量 因为慈悲放生力量 就想要回向给那些 被吃掉的动物 以及那些因为杀生 吃很多肉而生病的 这些人 所以我们在这边 虽然默默地在做 但是对整个世界 却很重要 所以在中国的西藏 有一个风俗 他说一个人 一辈子只要能够救一条牛 至少他这一辈子的杀生 特别他过去有杀牛啊 或是吃很多动物肉 这些业障就可以消除 所以他们就算很穷 都很想说能够去救一条牛 在我们的经典里面 也说到 就算一个人 活的时候杀很多动物 死了要下地狱 但是我们家属 能够为他救七只的生命 七只的动物 回向给他 黏出他的名字 他都有机会脱离地狱的动物 我们从救牛到今天 已经救了两万六千多头的牛 当然不是代表我们很有钱 是代表很多人很痛苦 他们很痛苦 所以拿钱 我师父你帮我救一条牛 因为他救不了 所以为了帮助他脱离他的痛苦或病苦 我们在全世界就一直在想办法找地方 所以终于长老的姻缘 如意法师的慈悲 让我们有一个解脱痛苦的地方 也帮助解脱痛 非常感谢他们 终于现在姻缘成就 我们在这边感谢如意法师 希望他的健康 不但如此 如意法师在这边也培养很多小和尚 救了很多穷人 让他们能够得到佛教的教育 将来有机会也可以出家 所以各位将来也可以自己组团 来拜访我们如意法师 我们在一号也会到如意法师的道场 所以我们也感恩如意法师的慈悲 聆听海淘法师的慈悲开示 众人怀抱着欢喜与感恩的心 祈愿有更多有缘的众生 来到这块净土 同瞻法医 沉浸弥陀慈悲大远海 运牛车在清脆的荆咒声中 逐渐驶入护生园 这次 发挥及海内外众人之力 总共救护了75头牛 全都放养在护生园区中 牛脂们来到新环境 愉悦的奔驰在广大的园区 在温馨的氛围中 牛儿安心地大口啃起 园区内鲜嫩的青草 大众也纷纷拿起稻草 香蕉喂食牛汁 也让众人为他们庆幸 原本面临刀除之苦的厄运 却在许多善心人士的奔走 抢救下 能够历劫重生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坏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为了在偏远的太北地区 提供牛群与鸡之门安稳的生活环境 维持广大园区的正常运作 除了要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大家也感谢默默付出的独义法师及僧众 以及工作人员们 长久以来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让所有的牛群与鸡之门 皆能与此桃花园中哀想万年 也愿此充满爱的殊胜慈悲善性 能生生不息地绵延下去 近午时分 大众造法位于青来近郊的万佛慈恩寺 庄严的富贵弥勒大佛 巨大的法相 矗立在高台上 加夫而坐 笑口敞开 仿佛迎接大家的到来 在静命的午后 洋溢出一片祥和之味 海陶法师慈悲带领大众进入大殿中礼佛 并供养老婆上 随后 团员们以一对一方式 潜心地奉上节缘品及礼金 供养寺内一百多位比丘及沙米 节缘品中 包括文具及生活日用品 还贴心地附上一支坚固耐用的雨伞 因为太北地区常年处于门热 多余的天气 借此雨伞 不但方便出家僧众出门同法立生时 能够遮阳避雨安僧半道 并且也展现敬重僧宝的精神 大众更能借此广直福田 让社会中处处养溢馨祥和之气 万佛慈恩寺内 除了披荐广大宏伟的道场 宣扬佛法之外 另外还设有华文中序 提供无数的清寒学子方便救度 以培育幼妙 俯孤济平 实现佛陀的慈悲本怀 传递人间可贵的至善无情 共生法会中 大众至成念佛 万德庄严氛围中 佛光浮照三千界 如海潮般的佛音泛生 绵绵回荡在维俄的圣殿中 任天共战 下午 大众来到位于金三角内 已有七百年历史的悠久古寺 该寺的建筑以及佛塔 是现今泰国境内少数完全为改建的古佛寺塔 古佛的外形 完整地保留七百多年前的建筑构造 处处可见斑驳的布罩柱子以及墙园 会映出久远的历史神迹 大殿中 庄严慈悲的大静佛坐镇在佛殿正中央 在两侧悬挂的水晶灯照耀下 耀耀生辉 在佛光浮照下 每一尊圣物 均是无声的说法 处处闪烁着佛教历史的光辉 大众进入殿中 纷纷手孔莲花灯 在佛前前行助导 并供奉在水中漂浮 点点的烛光 如同诸佛的慈灰 点亮人们心中的土底心灯 照破三土之余外 让世界更洋溢光明与希望 随后 海陶法师慈悲领众 来到大殿中供灯礼佛 并带领大众虔诚诚经 清脆的佛音泛生 如海潮般萦绕回额的圣殿 滋润大众及十方有情的心灵 使现场洋溢无限的发喜 就好了 我在产牙源 CHRIS MIX koho 请不按rators O espacio 一个 一 我 海棠法师不断挥动慈悲的手 片洒滴滴干露 大众跟随在后 走在石头古道上 绕行古佛塔意念佛恩 缅怀世尊慈悲度众的奔怀 并领略古代修行者辟方禅教 慈悲嫉妒的伟大行迹 为唤醒众生心灵的那片净土 而踏上弘法立身的旅途 让十方有情身心 徜徉弥陀清净了土 当日行程最后一站 大众来到吉祥生命护生园附近的湄公河畔 参与放生 沿着造型特殊的龙形阶梯 依次步行而下 来到吉祥临寻的连岸边 静密的湄公河缓缓流过 居士们在岸边修持烟供衣柜 阴阴缭绕的烟雾扶摇至上 传达至穷仓 绵绵的咒音与天地 交织成雄混的自然乐章 宽如天籁福音 流泄四方 以记下四方有情 那听姐说 至少放个七只 乃至放个十八只 小林贝斯的恶业 然后你可以用很多名字 你自己观想 不用报名字 那只是 把这个六千公斤 大家都来布施好不好 你要布施一千公斤也可以 当然越多越好 这个河好大 鱼好多 尽量 念一下 放生就畜生 施石渡鬼道 施石渡鬼道 持咒破地狱 所以我们天天都这么做 帮助三恶道的众生 因为慈悲是最大最大的功德 在连绵不绝的宋经声中 大众排成人容 同心协力 拉起帆布 形成一条长钩 让鱼儿顺势 依序滑下到岸边 重获自由的鱼群 进入河中后 兴奋地不断在水面跳跃 建起阵阵的水花 奔向大河的环抱 现场洋溢 以一片欢喜 当众也因为 共同成就救护生命 圆满此为功德 一起在岸边 何时回向 雄魂的湄公河在日暮中 仿佛蒙上一层神秘面纱 静密的河水 烫流到天际 大众养其三宝 慈云捕护 将这股凝聚大众的爱与慈悲 借着远远流长的河水 散播到世界每个角落 祈愿能有更多人一起加入 互生救命的慈悲行列 共成世界祥和 一切幽民友情 皆得感受诸佛无量的悲心 最后远离一切的灾恶 让世界片子菩提 六十几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